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洛丽塔是他最有影响力,也最有争议的代表作。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名为亨伯特的中年男子,自数爱上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洛丽塔。 纳伯科夫在小说中展示出了高超的文字能力,洛丽塔一出版就成为经典,但敏感的题材和独特的叙述方式,让这部小说很容易被误读,曾多次在不同国家都被禁。 跟纳伯科夫的其他作品相比,洛丽塔的处境很特殊。 一方面,洛丽塔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化符号,好像谁都对这部小说的故事和洛丽塔这个人物略知一二。 另一方面,完整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其实并不多。 表面上看,洛丽塔是一个主题通俗,甚至有情色嫌疑的小说,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文本难度, 远远超越他看上去的样子。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丽塔,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纳伯科夫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生涯。 这两者正好密切相关。 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了《纳伯科夫传》和《纳伯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 如果你对他的生平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研究者通常把纳伯科夫的文学生涯分为俄国时期、西欧时期和美国时期。 1899年,纳伯科夫出生在俄国一个贵族家庭,因为外部世界发生巨变,他从童年开始就得跟着全家在欧洲各地避风头。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纳伯科夫一家从1919年开始了真正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西欧时期,纳伯科夫先后去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但他始终无法真正安定下来。 这个时期奠定了纳伯科夫文学创作的根基。 他用俄语写的长篇小说《黑暗中的笑声》和《斩首之妖》等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二战爆发后,纳伯科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举家搬到美国。 抵达美国后,纳伯科夫在大学里教文学,同时继续创作小说。 在新环境中,只有用英语写作才能打开局面,于是纳伯科夫此后的作品都直接用英语写成。 尽管纳伯科夫语言天赋惊人,尽管他在美国时期的作品都很成功, 可对母语、俄语的相仇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纳伯科夫曾经说, 我的个人悲剧,别人不能也不会关心的悲剧, 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母语, 那无所拘束、丰富而得心应手的俄语, 代之以二流的英语。 有趣的是,这种焦虑状态对于纳伯科夫锻造自己那些精密繁复的英语长句和文本结构, 正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也许,只有对意想中的完美永远怀着渴望, 纳伯科夫才能把它认定是二流语言的英语, 尽可能运用得更清零,更神奇一些。 在开始解读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纳伯科夫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构建这部作品的。 根据纳伯科夫的说法, 他写洛丽塔的动机来自1939年左右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新闻是这么说的, 一只猴子在科学家的调教下, 画出了囚禁他的笼子的铁条。 这个囚禁中的生命的异象, 可能给纳伯科夫带来了灵感。 他用俄语写了洛丽塔的雏形, 是一篇三十来页的小说, 但他并不满意, 没发表就销毁了。 1949年, 创作《中洞》再度袭来。 这回, 纳伯科夫用的是英语, 他还做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 他搜寻了关于美国女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论述, 从女性杂志上摘录句子, 在报纸上寻找相关的犯罪事件。 比如, 某个中年男人右拐新泽西州一个十五岁少女, 扣留了二十一个月, 作为自己横穿全美的随身奴隶。 这个真实的新闻事件, 对洛丽塔的情节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纳伯科夫写洛丽塔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1954年, 纳伯科夫拿着洛丽塔的打字稿, 在美国的四家出版社先后碰壁。 1955年, 终于在法国的一家出版社悄悄出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 洛丽塔的光彩和力量只能依靠小圈子口碑和读者对禁忌的好奇, 才得以持续发酵。 1958年, 洛丽塔的美国版问世。 这部小说在争议中成了纳伯科夫作品系列中最无法避开的作品。 有的人认为它无比耀眼, 有的人觉得它十分刺眼。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纳伯科夫是怎样叙述洛丽塔的故事的。 小说开始是一篇有点诡异的序文, 一个自称小约翰·雷博士的人表示, 接下来给读者展示的回忆录是一份欲中自白。 回忆录的作者叫亨伯特, 在他的案件即将开庭审理时, 亨伯特因病猝死, 雷博士获准编定出版这部书。 在续文里, 读者会看到一堆眼花缭乱, 真假难辨的人物名字, 以及他们各自的结局。 我们能依稀感觉到, 亨伯特犯了罪, 有人死了, 但我们不知道死的究竟是谁, 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雷博士对亨伯特做了严厉的道德评判, 说亨伯特令人发指, 卑鄙无耻, 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典型。 小说接下来是亨伯特的字述, 开头是一段非常著名的文字。 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 欲望之火, 同时也是我的罪恶, 我的灵魂。 洛丽塔, 舌尖得由上额向下一动三次, 到第三次, 再轻轻贴在牙齿上。 洛丽塔。 这段文字优美深情, 但跟着亨伯特的叙述往下, 我们会发现, 他的言词跟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反差。 通过亨伯特的字述中, 我们知道, 他出生在巴黎, 教养良好, 品味不凡。 亨伯特被第一任妻子背叛, 于是离婚了。 之后, 他带着舅舅留下的一笔遗产来到美国。 他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其实并不怎么做学问的学者。 从书里给出的时间标志看, 他跟洛丽塔相遇时, 至少已经三十五六岁。 洛丽塔是一个跟着寡居的母亲生活的普通美国女孩, 刚满十二岁。 洛丽塔不是女孩的本名, 是亨伯特给她起的名字。 需要注意的是, 洛丽塔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亨伯特的字数。 成熟的读者要对这种叙述方式保持警惕。 读者仔细看下去, 就会发现一条叙述的暗线。 在这部名叫洛丽塔的小说里, 我们几乎看不到真实准确的洛丽塔本人。 洛丽塔始终像一颗洋葱, 读者一层一层剥下去, 到最后也得不到一个稳定而实在的形象。 很长时间里, 我们拿不准她的真名究竟是什么, 只知道亨伯特对她有各种各样肉麻的昵称。 我们完全不明白, 诺丽塔的性格什么样, 她对亨伯特有意无意的诱惑, 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或者可以这样说, 我们不知道, 亨伯特的字数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真相。 亨伯特在字数中说, 要是有年夏天, 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的话, 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 他爱上的这个小女孩叫安娜贝尔, 名字和美国诗人艾伦波的著名诗作《安娜贝尔》里完全相同。 纳伯科夫把这首诗歌, 描写的故事和意境都移植到自己的小说中。 安娜贝尔因为伤寒早殃, 这让亨伯特把自己所有的情欲想象都永远定格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身上。 经过岁月的消磨, 安娜贝尔的形象在亨伯特心中越来越暧昧难辨。 安娜贝尔成了亨伯特闭着眼睛, 在眼瞼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的目标, 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 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 亨伯特说, 这就是他后来所见到的洛莉塔的样子。 我们能在这段话里找到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复制。 关于安娜贝尔的记忆, 像诗一样齐居在亨伯特的意识中。 复制, 其实就是亨伯特用自己的幻想打造出了一个性感少女的模板。 与其说亨伯特想寻找的猎物是一个特定的女人, 倒不如说她寻找的是一种特定的状态, 从安娜贝尔这个模板复制出来的对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长大的。 在亨伯特这里, 幻想能够产生逼真的效果。 在小说里, 当她的指尖第一次掠过洛莉塔细小的寒毛时, 她就认定, 洛莉塔已经安安稳稳地为我而存在了。 我们读到这样的段落, 应该已经意识到了, 亨伯特的心理不是健康正常的。 但是, 面对亨伯特引经据点风趣高雅的笔触, 面对他超强的艺术感物理, 读者常常会忘记, 病态的心智对他的叙述, 对他观察到的事物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也就是说, 自始至终, 亨伯特作为一个叙述者, 都是很不可靠的。 这里给你补充解释一下, 不可靠叙事是一个文学术语, 简单地说就是, 作者故意选择一些在感知视角, 理解能力上受到限制的叙述者, 用他们被扭曲的视角去观察讲述, 这样就会造成事实真相跟叙述文字, 以及读者感受到的内涵之间产生偏差。 严格地说, 其实所有第一人称叙述都带有人物的主观倾向, 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不可靠因素。 但是, 在一些特殊身份的叙述者这里, 比如涉事未深的孩子, 比如精神病患者, 不可靠的变形程度会特别大。 在洛丽塔的第九章里, 亨伯特提到, 自己因为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进过疗养院, 回到文明世界之后不久又复发。 他吞吞吐吐地说到了精神错乱这个词。 纳伯科夫在这里给读者亮出了一个明确的标记, 那就是亨伯特的叙事不可靠。 跟着亨伯特的不可靠叙述, 我们踏上了追寻洛丽塔的道路。 为了接近猎物, 亨伯特追求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 跟这个她其实相当讨厌的女人结婚。 亨伯特费尽心机接近洛丽塔, 但在她的主观视角中, 这个女孩举手投足间总在有意无意地勾引她。 亨伯特少年时曾跟安娜贝尔在海边亲热过, 当她憧憬着能跟夏洛特和洛丽塔一起去沙洛湖, 有机会跟洛丽塔重现海边救梦时, 夏洛特却把洛丽塔送去了夏令营。 亨伯特气得发疯, 他甚至虚构了一桩完美的谋杀案, 想象自己怎样把夏洛特拖到湖里淹死。 纳伯科夫把亨伯特的想象描写得栩栩如生,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猜想, 亨伯特最终的受审是不是与此相关。 然而, 现实提供了一个比完美谋杀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夏洛特遇上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 死于非命。 亨伯特当晚喝得鸣丁大醉,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 自己撕碎了夏洛特没有发出的三封信。 亨伯特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再一次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对真相的叙述。 但我们从那些碎片上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猜测, 夏洛特生前已经觉察亨伯特的真正意图, 他试图带着女儿离开亨伯特。 读者也能推导出, 在亨伯特遮遮掩掩的叙述中一定缺失了几块关键的拼图。 他究竟做过什么, 让夏洛特感觉到他对自己女儿的威胁。 我们并不知情。 到这里, 我们发现, 在纳伯科夫的控制下, 亨伯特的故事正在沿着一条精巧, 险峻, 充满反讽意味的路线行走。 亨伯特的如意算盘不断落空, 故事的悬念被不断拖延。 亨伯特这个讲述者的欲盖弥彰, 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叙事游戏的难度。 夏洛特死后, 亨伯特把洛丽塔从营地里接出来, 谎称夏洛特生了病, 洛丽塔只能跟着继父在外面住一阵子。 自此,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上路, 几乎走遍了全美国各个州的汽车旅馆。 一路上, 汽车经过许多典型的北美场景。 小说出版后, 这样的场景描写给纳伯科夫招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罪名。 有人认为, 这部小说具有反美倾向, 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寒沙摄影, 认为纳伯科夫在暗示年轻的美国诱监了古老的欧洲。 对于这些无稽之谈, 纳伯科夫只能无奈地说, 这样的看法, 要比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 更让我痛苦。 我选择美国汽车旅馆, 而不是选择瑞士饭店或者英国客栈, 只是因为我要努力做个美国作家, 只要求得到其他美国作家享有的同等权利。 我们再说回到小说当中, 在旅程中, 亨伯特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 一方面, 他无视洛丽塔远未成年, 异乡情愿地扮演一个老于世故的情人, 冷酷地囚禁他, 直到洛丽塔从起初的好奇、 依赖变得越来越怀疑、 厌烦、 越来越想挣脱他。 另一方面, 亨伯特也不止一次地按下决心, 要给这个小姑女一种健全的教育, 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 纳伯科夫不吝篇幅, 写了亨伯特给洛丽塔置办各色行头的购物清单。 写亨伯特如何测量少女的身高体重三维, 乃至紧围、大腿围、小腿围。 写亨伯特为洛丽塔的十三岁生日, 买了精装本的小美人鱼, 同时也替自己买了一本《了解你自己的女儿》。 亨伯特肆无忌惮地告诉洛丽塔, 他也许可以告自己强奸幼女。 但是他又说, 当我在牢里紧抓住铁栅栏时, 你就成了无人照管的儿童。 他吓唬洛丽塔说, 他可能会被送进感化院之类的地方。 在潜意识里, 亨伯特似乎分裂出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对乱伦禁忌怀着某种恐惧, 期盼女儿永远不要长大, 把每一个出现在女儿身边的男子都当成了假想敌。 然而,洛丽塔依然在长大, 随着时间推进, 洛丽塔知道母亲已经死去, 他对亨伯特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渐渐消失。 亨伯特把洛丽塔送进私立学校, 还在学生课间休息时, 用高倍望远镜辨别出在洛丽塔四周玩耍的女孩子里, 有多少性感少女。 他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他拒绝意识到, 自己在主观视角里, 溢造的那个美丽而伤感的, 充斥着复制品的天堂, 其实并不存在。 很快, 洛丽塔找到了从亨伯特身边逃走的机会。 五年后, 亨伯特收到来自洛丽塔的求救信, 他说自己已经结婚, 即将临产, 丈夫在远方找到了好工作, 但夫妻俩在动身离开前没有钱还债, 希望继父能把洛丽塔以前的东西卖掉, 换几百美元寄给他。 亨伯特带着枪, 开着车, 找到了洛丽塔的住处。 此时, 已经十七岁的洛丽塔满怀对未来的憧憬, 对亨伯特并不胜访。 在亨伯特的逼问下, 洛丽塔说出了五年前又怪他离开亨伯特的人是谁。 亨伯特在给洛丽塔四千美元之前, 最后一次用舒适富裕的生活诱惑他跟自己走, 但洛丽塔坚决拒绝。 故事进行到这里, 纳伯科夫虚晃了一枪, 他写道, 接着, 我拔出自动手枪。 我是说, 这是读者可能设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 其实, 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到这里, 我们才对洛丽塔的文本结构有了全面的认识。 某种角度上看, 洛丽塔的情节线像是一部逆向而行的侦探小说。 我们从第一页就知道, 主人公是一个杀人犯, 却直到最后几章才知道受害者是谁。 在破解这个谜团的过程中, 我们时常会产生误解。 现在我们知道, 诱拐洛丽塔的男人才是亨伯特真正的目标。 这个男人叫奎尔蒂, 是个有点才华的剧作家, 但他有更典型, 更外露的恋童痞症状, 同时, 他还吸毒成瘾, 穷困潦倒。 亨伯特此时的心理逻辑也很容易理解, 他不伤害洛丽塔是因为女孩早已长大, 已经远远地偏离了亨伯特幻想出来的性感少女的模板, 抱负或者夺回洛丽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而追杀当年诱拐洛丽塔的奎尔蒂则变得刻不容缓。 在亨伯特看来, 正是奎尔蒂强行打乱了他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 在小说之前的叙述中, 纳伯科夫其实已经藏下了很多伏笔, 奎尔蒂这个名字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处, 但是读者很难轻易察觉到, 纳伯科夫善于驾驭结构, 营造草蛇挥陷的能力, 由此可见一斑。 亨伯特与奎尔蒂最后的对峙, 被纳伯科夫写成了一出精彩的闹剧。 在亨伯特打死奎尔蒂之前, 有一段写得极副象征一位。 我们抱成一团, 在地板上到处乱滚, 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 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 我又翻到他上面, 我被压在我们下面, 他被压在他们下面, 我们滚来滚去。 在这里, 纳伯科夫在人称上稍稍变了一下戏法, 读者就对这两个男人两面一体的画面心灵神会。 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样子, 就像一个人和自己的镜像交战。 在这一瞬间, 亨伯特与奎尔蒂合二为一。 亨伯特在自述的最后声明, 这部书稿只有在《洛丽塔不再活在世上》时, 才能出版。 读者这才意识到, 续文里雷博士交代了一系列书中人物的结局, 其中提到的死于难产的理查德福希勒太太, 其实就是洛丽塔。 也就是说, 虽然亨伯特在写完这本字述时认定, 洛丽塔还会比他多活很多年。 然而事实上, 他却在亨伯特关心病发作之后不久, 也撒手人寰。 所以, 回忆录才能这么快就出版。 洛丽塔并非直接死在亨伯特的墙下, 但亨伯特对他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造成的破坏, 无疑间接导致了他的悲剧。 我们知道, 文学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来评判, 然而, 对于洛丽塔这样的特殊题材, 文学理论并不能驱散读者, 对作者道德责任的疑虑。 我们刚才把全书的情节线大致走了一遍, 其实可以看出, 这部小说讲述的既不是什么跨越年龄或者阶层的爱情故事, 也不仅是一个刑事案件。 关于纳伯科夫对这部小说的态度, 人们通常喜欢引用他说过的一句话, 我既不读教会小说, 也不写教会小说。 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 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 不过, 纳伯科夫在给一位文学评论家写信时却说, 当你阅读洛丽塔时, 请注意, 他是非常道德的。 也就是说, 虽然洛丽塔这部小说没有刻意宣扬道德, 但他的深层内涵是具有道德关怀的。 对于小说的叙述者亨伯特究竟是怎样的人? 纳伯科夫在他的访谈录《读书几件》中也给出了鲜明的定义。 亨伯特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 却努力显得很动人。 在纳伯科夫逼真的塑造下, 动人的亨伯特给读者的阅读和评论者的分析造成很大难度。 比如,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对亨伯特的感受很复杂。 亨伯特是一个恶魔, 特里林却完全无法对他激起道德义愤, 甚至还准备宽恕他。 对此, 纳伯科夫的传记作家布莱恩·伯伊德认为, 特里林接受的只是亨伯特版的亨伯特, 而不是纳伯科夫的。 博伊德还说, 正是纳伯科夫让读者能够从亨伯特的角度看待亨伯特。 纳伯科夫是想提醒读者认识到, 一个心灵在阵阵有词地推卸他所造成的伤害时, 能达到怎样的力量? 心灵越强大, 我们就越要加倍警惕。 博伊德的说法似乎也在暗示, 我们有理由怀疑, 亨伯特对于精神病态的展示和解释, 本身也可能是他的伪装, 是他不可靠叙述的一部分。 小说里, 亨伯特在大量细节中都展示了他把自我合理化、 审美化和诗意化的天赋。 他使用的大量画术既有道德感, 也有深远的文化内涵。 亨伯特的忏悔深切诚恳, 不仅能说服他自己, 也容易把读者带入他预设的轨道。 凡是在阅读过程中掉入叙事陷阱的人, 要么被亨伯特的魅力俘获, 把他跟洛丽塔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情感, 要么会把纳伯科夫的立场全部或部分等同于叙述者的立场, 从而对小说的道德取向产生严重质疑。 洛丽塔屡次遭近, 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想抵抗这样简单化的阅读, 就要时刻记住叙事游戏的基本规则, 从细节中寻找拨开迷雾, 识别套路的钥匙。 高明的作者给高明的读者准备了最丰厚的礼物, 一旦绕过重重陷阱, 抵达作者的意图, 那么你对人性深度的理解, 会比读那些一目了然的作品要高明得多。 对于洛丽塔,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里面涉及性的描写。 用纳伯科夫自己的说法, 如果读者怀着对色情小说的期待翻开这本书, 很快就会觉得乏味和沮丧, 以至于根本无法将小说读完。 这部小说的内容直接切入性和色情, 但三十多万字的篇幅里, 却找不到任何露骨粗俗, 直接诉诸感官的性描写。 荷尔蒙跟故事悬念一起都被拖延, 甚至被搁置。 同时, 密集的心理刻画和哲学思考, 无处不在的文字游戏和隐喻性符号, 让读者需要借助一定数量的注视, 才能领略这部小说的妙处。 纳伯科夫对文字精确性的锤炼, 到了极度苛求的地步。 他喜欢在一个句子, 一个词语, 甚至一个未完成的音节里, 突然转换视角。 他总在试图超越任何一种语言的边界, 也总在品尝无法抵达彼岸的痛苦。 除了是优秀的小说家, 纳伯科夫还是优秀的文体家, 诗人, 批评家和翻译家。 他在小说, 诗歌, 散文, 批评以及翻译上, 都具有高度一致的审美追求。 我们很难下结论说, 洛丽塔是纳伯科夫的最高成就, 但他对于小说技术演进的贡献, 对于小说读者理解力构成的挑战, 对于叙事游戏的内涵的扩展, 都足以让他不朽。 到这里, 洛丽塔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 纳伯科夫的文学生涯分为俄国时期, 西欧时期和美国时期。 他最成功的作品都在美国时期完成, 对母语的相仇贯穿了纳伯科夫的后半生, 但这也帮他锻造出了有自己特点的英语长句和文本结构。 第二, 洛丽塔是纳伯科夫作品系列中最无法避开的作品, 这部小说很容易被误读, 除了题材敏感外, 独特的叙述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小说的叙述者, 亨伯特心里不正常, 他叙述的事实不可靠。 但在纳伯科夫的笔下, 亨伯特的忏悔深切诚恳, 既能说服自己, 也容易骗过读者。 第三, 如果我们想抵抗简单化的阅读, 绕过叙事陷阱, 就要时刻记住叙事游戏的基本规则。 从细节中寻找拨开迷雾, 识别套路的一遍。